据这些古董商们反映 日本清华战争期间在河南 发现了一批古墓藏 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 其中有一件精美的青铜壶 经营多年青铜器的古董商 说没见过 那精美绝伦堪称是绝品 那么这些青铜器和这个精美的青铜壶 都被一个叫杨宁史的外国人收购了 很奇怪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 这杨宁史突然不见了 他收藏的那些青铜器 包括那只精美的青铜壶 也不见了踪影 王世襄就开始了解这个杨宁史的背景 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经过一番调查 王世襄了解到 这杨宁史于1886年 出生于瑞士的阿尔本 中学毕业以后 在德国汉堡一家公司工作 1911年被派到 禅城洋行天津分行 从事的外贸工作 三年之后就成了经理 而且成为主要股东之一 从此 他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 就开始在中国 各大城市 大山明川有力 在日本人占领天津之前 他又毁到了天津 不但担任着 禅城洋行的总经理 还兼任着 天津物华进出口公司 和上海宏记 进出口公司的顾问 这杨宁史 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尤其喜欢中国的文化 喜欢收藏中国的文物 据说他的别墅 装修的完全是中国风格 很豪华 收藏了很多中国的古代文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详宁